字幕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哇 能夠吃美食又能夠看美景 台中車站也太棒了吧 未來來這裡更方便 因為到時候會有 大台中轉運中心 它集結了轉運、停車、商業 而且還會有空中走廊串連周邊景點 台中火車站越來越好越來越多人來了 期待就是因為以後都可以繼續玩 然後就會變得比較方便 大台中轉運中心 預計將在2025年9月完工 整體規劃將銜接台中車站 捷運藍線 機場捷運線及台中轉運站 完工後約有1700多個契機車尾 地面層是轉運中心 二樓則是行人高架平台 不僅讓人車分流 同時舒緩站前交通 這項工程更榮獲2022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高榮譽卓越獎 要翻轉經濟 交通便利非常重要 台中市政府就成功打通了大智路 這等於是替台中車站打通了任督二脈 因為它可以串聯前後站 公車、汽機車也都可以暢行無阻 等於是幫車站整體周邊活絡發展 未來隨著大台中轉運中心完工 人潮將藉由立體聯通平台 引導分流至綠川、舊城區、北側乾城商業地區 台唐生態園區 市府更規劃新建公兒三十地下停車廠 不僅提供500多格七機車停車格 更集結公園、兒童遊戲空間、黎明活動中心等多功能 這項工程更融獲2022國家卓越建設獎金紙獎輸入 哇,大台中轉運中心生活圈 將會是一個具代表性的台中新門戶